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冬午节的果真种 会用到的材料有奶白色以及浅绿色的五谷棉线 麻绳是用来捆绑叶子部分的 如果没有准备到麻绳的话 也是可以用咖啡色的五谷牛奶棉线作为捆绑 脸部用的眼睛尺寸是6毫米的大小 准备到麻绳的五谷牛奶棉线 准备好的话我们就一起开始吧 五谷的棉线对应3.0的勾针 四谷的棉线对应2.5的勾针 第一行环形起针6针的短针 第二行勾置6个短针的加针一共12针 第三行每个针目勾一个短针 一共12针短针 第四行隔一针加一针一共18针的短针 第五行不加不减备一个短针的短针 第五行不加不减够18个短针 第七行不加不减够24个短针 第八行隔三针加一针一共30个短针 第九行不加不减够30个短针 第十行隔四针加一针一共36个短针 第十一行不加不减够36个短针 第十二行隔五针加一针一共42个短针 接下来的两行我们不需要加减够42个短针就可以了 完成第十四行就是整一个粽子的正面部分 第十五行开始我们要对饭团整体进行收口 隔五针减一针 第十五行我们勾置针物的外半针 也就是针物最靠外面的那半根线 靠近自己的半根线 它会在底部跟主体部分形成一个分隔线 第十六行隔四针减一针 在开始第十七行之前 我们可以少量多次的加入棉花 这次我们改用了螺旋状直擦室的眼睛 所以必须要在种植收口之前 固定好五官的位置 第十七行隔三针减一针 第十八行隔两针减一针 第十九行隔一针减一针 第二十五行隔一针 第二十四固定是最后一针 在这一行它会比较难� 因为洞口的话已经非常小了 所以这边的话大家需要 耐心的慢慢的把这六蒸的简蒸勾完 我们需要留大概20厘米的线头 是用缝合蒸进行收口的 这边大家可以认真观看一下 中指主体完成过后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现在我们一起来完成叶子的部分 锁蒸起蒸45蒸 起蒸完成后我们倒回第44蒸入蒸 勾至4个短蒸 再勾四个中长蒸 再勾四个中长蒸 接下去我们再勾至20个长蒸 勾完20蒸长蒸 勾完20蒸长蒸我们先来看一下 叶子的右边部分分别是短蒸中长蒸以及长蒸 那么左边的部分也应该是中长蒸和短蒸进行对称 接下来我们先勾至9蒸的中长蒸 然后再勾至6蒸的短蒸 就去到了左侧的拐角处部分 来到我们刚刚起蒸的位置 我们需要勾至9蒸 我们需要勾至1个引拔蒸 一个起立蒸 再勾至1个引拔蒸 完成叶片左侧拐角的部分 倒回来过后 我们隔壁对应的是短蒸 我们就勾短蒸 对应的是中长蒸 就勾中长蒸 对应的是长蒸 就勾长蒸 叶片第一行完成勾后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规律 叶片是层上下对称的 勾长蒸的地方 对应勾回长蒸 勾短蒸的地方 对应勾回短蒸 勾中长蒸的地方 对应勾中长蒸 只有左右两侧拐角处的位置 会稍微有一点不同 中叶的第二行 跟第一行的勾至蒸法 以及数量都是一样的 只有左侧拐角处 稍微会有一点不同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教学视频部分 我们先来拼接上叶子第一行 左侧拐角处的最后一针 在这里我们需要勾制一个 短蒸的夹蒸 用引拔蒸连接第一针 我们就完成了中叶的第一行 马道排 dependent 马道排 示范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叶的右侧是比较宽的 我们需要先用右侧来包裹种子 最后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小技巧 种子的主体是从上往下勾制的 勾制的规律也非常容易掌握 它是间隔一行进行加针的 这样子会让种子呈现饭团的形状 种子脸部的表情部分 大家可以自行发挥自己的创意 如果没有眼睛配件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线缝制上去 腮红要不要加就看自己的喜好了 加和不加都有它的可爱之处 叶片部分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 我画了一个平面图 中间的对称线是我们起针45针的地方 按照箭头指向的方向 是我们的勾制方向 虚线框是种叶的第一行 我们去到拐角处 往回走 这样子我们就勾制完叶片的第一行 起针第二行 按照勾针的方向 走一轮 然后我们就完成了叶片的第二行 以食物为例 中间是我们起针的方向 然后我们往回勾 进到拐角处 再继续往回 往前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一圈 第二行也是一样的一个勾制方向 如果还是有不懂的话 大家可以反复多看几次教学视频 也可以私信我们 那我们下一节课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